我们看到刚刚爱达介绍过的NX NX的确是Lexus相当成功一个产品 尤其在国内一年可以卖到将近一万辆 真的是不容小觑 所以它在2月的时候 我们突然在网站上看到 突然国外冒出了下一代NX大改款的造型 跟它的内装之后 大家就看到新车已经跟我们距离不远了 而且今年下半年就有机会在国内出现 这款新车当然从目前来说 原厂没有做任何承认 跟任何在做家住的部分 可是大华哥你是何泰之友 你应该有最新消息吧 这个总是我要保留一下嘛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新车的确是比现有的车型来得更漂亮 就像刚刚冠宇讲的 你要买车子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老实说现有的NX在产品条件上 因为它车款产品这样的款式相当多 你从低阶到高阶都有 而且价格什么配备都很齐全 甚至我们讲到安全 我常常想买新车要讲的是安全很重要 可是在现有NX它其实安全也到位了 因此在新的车型我们讲究什么 讲究是这位外型帅不帅 你喜不喜欢 新的NX的确变得更帅了 线条变得更流线 但是它变得也更有人有脚 而且它车后的灯也改成了一个串起式贯穿式 假如说变成这样子的话 它也走上了目前时下流行 你看现在德国哪家车厂不做这种贯穿式的 这种尾灯设计 它的UX就有的贯穿式尾灯吗 它现在在走上它中高阶的车型上 那等于就是 它等于就是说 未来RX也不排斥到走这样子了 那再来进入它的内装 内装部分我们看到了 它的控台当然 它中控台的萤幕比现有的来得更大 然后整个设计是完全新的 而且你看到安座也没有像它 从影片来看 它也没有触控版了 对不对 一切都可以直觉的触控式 这符合当下流行 当然这些都是 我们看到都全新的样貌 当然最重要的是它的底盘 它的平台 当然用的就是我们讲的TNJ 就是它的全新的平台 这全新平台将会赋予新的NX 它一个比现有车型更来得带有 欧化的一个操控跟一个行路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NX很重要 NX跟欧化化上 因为TNJ 一点点编我觉得 因为这个是他们很强调 就是我这个平台就是要走的 就是要跟欧系车子抗衡的嘛 以前这NX大家都知道 它是跟攻美国市场的 没错 但是NX在过去 对德国也有卖 但德国它并不是主流 现在我既然要做这个全新平台 我当然就是对欧系车 欧洲车来下占铁 那至于动力上面来讲的话 当然就动力来看的话 当然还维持它现有的一个强势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涡轮引擎 Hybrid这些一定都是要保有的 然后这个跟现有的 它一定会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效率在运用 听说是不是有一个2.4升星的涡轮引擎 对 这个引擎都值得注意 会不会用上来 这当然这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因为你看到已经有其他车款 已经开始在导入了 所以这个动力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总观来看 这个新的NX当然是值得期待 但现有车型其实我觉得 已经也是相当还是有它的卖点的 对 所以其实现在的末代车型 以及新款的车 的确都有各自的特色 最近我真的有周围有不少的朋友 在关注这个NX的消息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到时候可以当作参考 郑杰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末代车的NX 我觉得买旧车好很有道理 对 但是后来听到大伟哥讲呢 我就觉得新车也更漂亮 怎么办 可是问题新车比较贵啊 你要想 因为他们讲的都太好了 让我觉得很受到的引诱 选择障碍 对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毕竟新的NX到现在只有一个引 其他什么都还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现在要换 这样子的车子的时候呢 我的选择会是 我急需用车的话 或者我在意那几十万的差价的话 我会选择旧款的NX 因为旧款NX说真的在各方面 像LS Plus啊 还是像动力啊 还是像底盘的部分 已经满足了我的需求了 但如果说呢 我还有点时间 我不用那么早急着换车 或者是我的预算高了一点点 新车报价高一些些 可能比较接近200万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就会等新车 因为真的新世代的设计呢 跟旧世代设计 我觉得它整个设计上来讲 走向上 它还是完全的不一样的风格了 会让你觉得换新车是有感的 而不会说买了旧车以后 感觉就像是买了一台二手车的感觉 可是你开旧款的NX 你也不觉得它钱老 它不是旧款 它现在还是现新款 现在是相对之下 就是即使它新的出来 你不会觉得它老旧的感觉 对 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 没错 所以你会觉得说 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我到底是今年就要换车了 还是我可以忍到明年或后年再换车 了解 应该主要在这里 我们等等看今年郑杰会不会买一台Lazos 不会 蛤 是是是 因为它没有购车需求 可是乃哥如果是你呢 你会选择旧款 我不像郑杰这样子 就是摇摆不定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 买车在台湾的这个新车市场来说 其实200万以内我觉得就是看CP值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叫所谓的现行车款 它不需要等待你什么东西都很明白的时候 又有价格上的优势的时候 我一定会选择CP值高 200万以上的车的话 我跟你讲可以多一点任性 什么叫任性呢 就是说我可以等 我可以要求更奇怪的东西 更符合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或者期待原厂给我惊喜 那所以我觉得200万以内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 C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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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会选择现行款的NX 我等一下给你介绍一个业务 好吧 刷卡 恭喜乃哥赫成交 今天有很多车可以买 对啊 真的其实末代车在最近 还蛮多可以选择的 可是如果说你在这个中型的SUV 豪华品牌当中 你考虑日系品牌的Lexus NX的话 你可能也会看一下说 那如果欧系品牌 有没有哪一些可以来参考的 像EA2B里面 最近Audi的Q5 它就进行了小改款 它小改款听说也不赖 而且接单状况很不错 是啊 这一次的小改款 其实它虽然说是小改款 但是它的变动幅度 其实算是大的 在外观上一定有变动 动力上其实也有变动 然后配备上也有更改 所以说Q5 但是我要先强调一点 跟刚刚NX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是真的快要到末代了 因为它即将要大改款 但Q5因为才刚小改款完 所以还有一阵子 才会进入大改款的过程 然后现在的小改款之后呢 像刚刚提到动力上来讲 现在45TFSI 它有12V的轻油电技术 再上2.0的涡轮增压 整个科技感已经跟上了 那加上其他的像虚拟仪表 这些配置上的东西 Audi这些配备上的东西 我觉得一直都不用太担心 然后最主要是它的车头 其实现在看小改款的Q5的车头 看起来跟全新世代的Audi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说车尾还看得出一点 以前的旧世代的车尾的痕迹 但车头来讲的话 看起来根本就是一台新车 不过既然讲到Q5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车子 叫Q5 Sportback 其实这个车子听起来好像很 还不是现在出现的车 还有一段时间的感觉 基本上其实第三季的时候 我们台湾就会发表了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酷的地方是在于 我刚刚有讲了 Q5现在是小改款 一般来讲会出现全新的车型的话 应该都是在大款款之后 才会出一个衍生车型 或者出好几个衍生车型 对啊 为什么 但这次居然小改款就出了 Sportback这个衍生车型 先抢先赢的意思吗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在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说当Sportback这个车出来以后 要我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的是Sportback 因为刚刚艾大一直跟我们 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台新车全新大改款的车的时候 其实妥善率或者一些需要验证的部分 它需要一点时间来 应该说来矫正错误 有些设计的部分 或者有些系统硬体软体都有可能 这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 但小改款 我们常常讲买欧系车 尤其像VAG这样的车子 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说 搞不好可以来买小改款的车子 因为它的系统各方面都更稳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虽然QSportback它是一台全新出现的车型 但是它的硬体架构上 它又是一个经过小改款幅度以后的车 等于它兼容了全新车的帅气跟酷炫感 然后又兼容了上一个 就是已经经过小改款之后的稳定性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又帅 然后又可以保有妥善率的话 我觉得这个新车呢 也是值得非常让我们可以期待 再加上它又是所谓的Coupe Like SUV 就是跑格化的SUV来讲的话 符合现在最新的趋势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 我觉得都可以等等看这个车